第28题小明做测量电阻的实验装置如图一所示 他测量的结果如图二所示 伏特剂的指针指在刻度一上 毫安培剂的指针指在刻度二时上 电阻器的电阻大小为多少Ω 这在考我们电阻的定义 电阻的定义是通过单位电流所需要的电压 公式写作R等于I分之V 所以我需要知道电压需要知道电流 我们的电压是多少 题目说伏特剂的指针指在刻度一上是骗你的 因为我这里是接在10伏特的这个按钮上 所以我要看的是10伏特的刻度 我们看到指针指在是2 所以他的电压是2伏特 同理电流是多少 题目说指针指在刻度二时上也是骗你的 因为呢我们的是接在500毫安这边 我们要看500的刻度 他的这边是站在200 所以他是200毫安培 那么200毫安培就是0.2安培 所以带回我们的公式 我们的电流是0.2安培 我们的电压是2伏特 所以就是二分之二也就是10欧姆 所以我们的第28题问我们说 电阻器的电阻值大小是多少欧姆 我们答案选择是C 10欧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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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答案选择是C 我们答案选择是C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